我不在 人在外地有快遞貨品要收 除了請對方下次再來外 還可以這樣做 有3C達人分享 他人在日本旅遊也能收穫 靠的就是電動車的遠端遙控功能 有蔡先生先透過電話聯繫 而對方只要按下手機的遠端遙控 就可以打開後車廂 將快遞包裹貨品放進去 最後再按上關門就完成 車廂變油箱 國外的車主更常使用 在網路就OK 網路就可以使用了 在國外也都是很方便的 遠端收穫功能很方便 但有網友突破盲點 車子變物流箱 代價是很貴 而且首先你要有一台電動車 也建議車主在郵差 或是快遞員放東西的時候 自己也要透過監視器看清楚確認 以免衍生後續爭議 在裡面在景城台中采訪發報 旺旺水神抗俊翼 它在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漆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漆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 好帥喔 中文字幕——YK